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宾城消费人协会最近发现 市场上从印度进口的洋葱价格 已经从两个星期前的每公斤五令吉 飙涨到了每公斤九令吉 涨价了将近百分之百 宾州的消息主席墨西丁阿都卡迪 今天就发文告呼吁有关当局 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避免增加消费者的经济压力 同时他也呼吁农业销售局跟内贸部 调查这个洋葱涨价的原因 并且确保洋葱价格合理 内贸部长阿米珍今天在出席活动之后 也针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内贸部长阿米珍今天在记者会上坦诚 国内洋葱确实有涨价的迹象 那是因为去年12月印度政府举行选举 决定暂时冻结洋葱出口 直到今年的3月31日 他透露农业部已经寻找替代方案 包括从其他国家引进洋葱 以确保国内洋葱价格稳定 哇拉登加楼市议会发出新指示 要求所有商店在每个星期五的祈祷时间 也就是中午12点半到2点半暂停营业两个小时 市议会主席表示 这项新指示1月1号起生效 所有商店必须遵守 否则将会受到兑付 柔佛的水灾情况持续严峻 洪水消退缓慢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柔佛州内6个县仍然有7322名灾民 无法回到家园 其中疙瘩定义的灾情依然没有好转 灾民人数多达4600多人 目前受灾的1280户家庭 分别被安顿在州内的26个救灾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